其實剛剛大家講說很多事情要看家庭 這是真的 我公公跟婆婆他們大概高中就認識 從小認識 大學呢為了念同一個學校 然後那個我婆婆還重考一次 念那個國防醫學大學 那個我公公是醫師 然後他們到現在就大學畢業 那時候我婆婆她 念書也念得很好 然後她是護理師 那時候她的長官就說 你這個條件很好 你要不要去國外念書 她說她不要 因為她要跟我公公結婚 就是她要過一個平凡的生活 那後來其實在學校裡面 當護理系的這個講師 他們從大學後來結婚之後到現在 欸我們像上個禮拜 我公公還帶我婆婆去墾丁看夕陽啊 就是他們的相處 基本上就是還都會牽手啊 感情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 堵住了李文婉的嘴 沒有我還沒講 去曬夕陽有回來嗎 有有有 那你這個 而且我婆婆在所有人面前是從來不講任何我公公的缺點的 人家問她說 也有好的啊 我公公就是人很好 然後對她很好 而且這個事情是只要認識他們都知道 然後什麼六日的時候就是夫妻嘛 然後跟其他的那種模範夫妻 大家一起聚餐 所以他們有一個很好的社群你知道嗎 就是變成那個社群裡面都是分享夫妻的其他的優點 然後他們可能講電話就是說啊那個下禮拜哪一對夫妻有要一起去啊 然後那個誰誰怎麼要一起來啊 他們就是四五對四五對可能一起出去吃飯 然後就過著每天都是非常快樂的生活 所以連我這個小姑 他們其實都看在眼裡都覺得說啊 他以後呢嫁老公 要嫁跟他爸爸一樣這一種的 所以呢就是有耳濡目染 像我舉個例子很好笑 有一次 呃我在家裡胃痛 不然妳說妳講講啦 妳說妳自己啦 真的要跟你說笑那麼開心 因為我看黃醫師 喔他覺得他已經 那個神情很怪 我講一個很好笑 有一次我在家裡胃痛啊 因為我那個有時候做習慣正常 胃痛 然後我那天就換我 我先生講 我就跟我先生講欸我胃好痛 他在打電動很棒 沒有理我 還要繼續打電動 然後我就在臉書PO說 就是我胃痛啊我問我老公 然後他好像就沒有什麼關我 就繼續打電動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再報 我又一直覺得很好笑 我就寫一個很好笑的一個故事 然後結果隔天他就被他媽媽罵了 媽媽就說 他們都是醫學背景 媽媽就說欸 巧欣那個胃痛怎麼樣 妳有沒有帶他去看醫生 他說喔沒有啦 也沒什麼事啊 就是還好他常常都胃痛 然後他媽媽就罵他說什麼 為什麼妳要一直打電動 然後妳要帶他去看醫生 媽媽怎麼會知道 因為他有看我臉書啊 因為他剖啊他剖臉書啊 然後他掛掉之後就笑笑的跟我說 欸我剛剛被我媽罵了 因為我在玩電動 沒有帶妳去看醫生 所以就是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是一整個家庭的氛圍 我們今天就是 對照主 兩邊是離婚的 這個是模範 沒有沒有我舉個例子 我爸爸他們有符輪社 那符輪社你知道嗎 大家都會比說 我們媚婆其實感情很好耶 真的 我們媚婆喔 我長才去白蒜而已 他上個星期又出狂 這樣感情多好 有一天他就離婚了 離婚的時候 就開始 他老爸就報應說 我老爸你知道怎麼嗎 都黑白買 還不出財 那不是某晚夫妻 對啊 大家都在比來比去說 我老爸對我很好 我老爸回來了說 說到外面真的離婚的時候 開始也對風了 在外面的時候 媽媽都說 老公 真的啊 是啊 他說 然後有一天他就很期待 他說 那都是假的 那是我們台灣某一個大老闆 他說那都是假的 那是真的 真的分情到分傲 有人看還是沒有人看 都是不一樣的